近日,张婷老公林瑞阳在公开场合,双手紧握旁边女士的手,满脸笑容,研发网友热议,网友都认为两人举止太过亲密,随后由网友发出该女子微博,在她晒出的和林瑞阳的合影中,两人搂机拥抱,见面牵手,很是亲密,甚至还配玩。 如果你遇到一个不顾一切为你付出的人,你一定要好好去爱和珍惜,除了两人贴面拥抱外,还有各种露出脖子和罩,两人动作仿作情侣,这一把捧破了天,网友一下圈杀了国,分分揣测表示,林瑞阳这是抛弃女神张婷,出轨了不成。 当然也有网友关注,在连瑞阳充气一般的脸,职员,当初好歹还是穷姚小生,也非常的英俊帅气,为什么现在这么由你为所,像一个老公公,当年的颜值丝毫不输任何明星。 当然也有网友称,这是张婷的生意家族内部相处模式,只要产品卖得好,业绩做得好,就可以有和老板亲密合照的福利。 而说到张婷的个人生意,也是被不少媒体直言抨击,十三无产品,不少人用过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皮肤损伤,此前被爆料出这个产品,里面含有大量激素,为此张婷还先次出面道歉解释过,能接受张婷解释后继续使用产品的人,也是大心脏。 在二十九日,上午林瑞良一出轨事件时却发酵后,林瑞良本人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老婆孩子的照片,并配文,同在现场的老婆和孩子好像错过了什么,依次否认出鬼传闻。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? 更多娱乐八卦,猛捉下巴为生孩子,李彬彬宣称先许敬累学习,这是准备吃后悔药。 澄清恋情全靠老板,邓伦也铺两次恋情,都是老板上线皮疗,无几年一,耍发抬七样央视媒体,遭央视半夜十名发言批评,缺德。 当入よね。 好き 今日 你 二 是 有